有篇文章说,喝奶茶的人就像是乙君子,上班外卖找奶茶,周末逛街找奶茶,现在的小年轻喝的不是奶茶,而是精神腰片,你身边有没有那种,一天不喝奶茶,一天不喝饮料,就难受的奶茶经饮料经。 下面这个新闻,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极度不适,近日,深圳一网红奶茶店两款奶茶中,被检出添加进制物质,喝多老会慢性中毒,搜了搜,发现这个品牌的奶茶,咱们长州也有好多家,奶茶中检出禁用物质。 8月10日,陈镇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,官网发布深圳市食品牛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时,品牌神出一样的检验情况通报。 其中,龙华市塑造泰茶餐饮店销售的奶墨泰味奶茶,泰式珍珠奶茶,分别检出日落黄0.11克每千克及0.097克每千克。 看到没有,检查的标准要求日落黄是属于不得使用,就是说再一滴都不行,喝日落黄等于慢性中毒,日落黄是个什么东西,为啥不得使用? 它有剧毒吗?据了解,本次出检的检测机构,是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,检测人员告诉记者,他们是一具国家弟弟,2760-2014。 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,对样品进行检测,国标规定,茶饮是不得使用日落黄的,而且,超量使用日落黄毁,也发慢性中毒。 解测工程师介绍,日落黄溶与水橙黄光橙色橙青溶液,人工合成色素溢在人体内蓄积,导致慢性中毒,引起腹痛,腹胀,消化不良和收入等。 同时,过多色素还能消耗人体内的解毒物质,干扰体内正常代谢反应,所以人工合成色素的用量需严格控制,不得随意超范围使用。 目前龙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指令相关奶茶店,对涉事奶茶进行下架处理,而此次检测出添加进入物质的网红奶茶店。 长洲也有很多家,涉事奶茶在长洲也有门店,打开外卖软件,输入塑降太差,就跳出多家门店,外卖月销量最高的又2400里木丹。 而这些店里,次次涉事的太降太式真奶,还都是热销款,奶茶里的那些坑,已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。 此前,上海市肖宝伟发布,奶茶比较试验情况通报,让喜欢奶茶的人一度怀疑人生。 这次比较试验是在上海27家奶茶铺中,共购买了51件奶茶样品。 含奶嘎的奶茶有6件,宣称无糖的奶茶有20件,价格从7元至32元不等,基本涵盖了市场上主流限制奶茶品牌的畅销商品。 其中就有你喜欢喝的,喜茶,黄茶,贡茶,一点点,口口快乐柠檬等等。 事实一,无糖奶茶也有糖,在检测中20款号称无糖的奶茶,平均2.4克100毫升的糖分被检出。 你却以为你喝的没有糖,为了中和奶茶中茶叶偏苦的味道,会选择多放糖,反正甜味会被茶叶的味道遮盖住一部分。 而液体也会稀释糖分的浅度,综合来说奶茶的含糖量一点都不低。 对正在检测的女孩来说,糖分可是一大禁忌,啊,不仅如此,糖吃多了容易得取齿,并且会对糖类成敏。 最可怕的是,含糖量最高的一杯奶茶,等于14块磅糖,正常糖度的奶茶平均每杯含糖量是34克。 中国居民善食指南,2016,中间一,每斤糖的渗入量不超过50克,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。 事实二,咖啡因多得让你睡不着,你有没有在喝了奶茶之后睡不着觉的时候呢? 那是因为,一杯奶茶等于四杯咖啡,等于八罐红牛。 市面上卖的奶茶都是由茶叶醉末来进行冲泡,茶叶中的咖啡因就会吸收更多。 加上每杯奶茶500毫升的量,因此奶茶的总体咖啡因含量普遍较高。 虽然咖啡因能一定程度上提升运动表现,但是奶茶毕竟是高糖,高质的饮料啊。 事实三,你的奶茶可能没有奶,喝了这么多年的奶茶,居然和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开什么玩笑,检测中发现,蛋白质含量明显偏低,而反式脂肪酸又显示明显够高。 这说明什么?你喝的奶茶里很有可能不是奶,而是奶精。 加工落后的奶精,在氢化植物油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反式脂肪酸,而反式脂肪酸在人体内代谢过程中,会对人体的心血管产生险助的危害。 建议成年人每日反式脂肪的摄入量,限制在二颗以下。 事实四,奶盖奶茶全是脂肪。 奶盖茶从上市以来就是消费者的心头好,相信爱喝的人也比比皆是。 但是,脂肪含量最多的一杯奶盖奶茶,可提供41克的脂肪,而成人每日推荐摄入的脂肪小于50克。 看完这篇,要不要点杯奶茶压压惊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